特别航运股,2343,即是太平洋航运 他说现价买来收息好不好?笑笑来的 没问题的,这一刻就是说一些低估值的东西 基本因素质不是特别差的话 是有得手的,但是你这些水平就在4.3买 跌下去4元绝对是有可能,绝对是有机会 但是你看看5元这些位置作为目标价 我又觉得不过分的 所以是怎样的心态,分着买吧 真的不要突然间在这些市况上面一口气觉得很划算 不跟跌下去 你看平均移动线上面,是的,这些图上面已经是 我们叫做在市况上面 买少见少相关能够逆市做好的股份 但不代表真的完全能够无视因素,因为航运股 始终跟经济敏感度高,现在经济衰退风险 经济衰退的风险不断增加 很难完全独善其身的,穿4元就有机会追跌的了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不断在这些位置分几注去收窄 直到穿4元走 假设真的穿4元 千万就没那么上 但是目标看到5元那些位置有机会 但是大前提要市好一点 现在市还是主一个沉底格局 所以我觉得 你可以在这段时间上面分几注去收 但你会想起就是不关收息事的 记住 收息在股价上面随正扣下来的 其实现在4元那些支持是未计取正的因素 除完正之后 4元很大机会都会没了 但是航运股我觉得都有 长线投资价值的 但是这些位置最多都是分注收窄 好啊 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